大家好,我是国外修禅 这个视频呢,咱们重点点评一下证券板块 那么证券板块震荡多日有没有睡醒 记住分析 那么结合各股进行点评 像红塔证券、华林证券、国联证券、智商证券、太平洋 新叶证券、中信证券等 记住点评仅供参考 不作用吗?没一句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证券板块指数 证券板块指数呢 今天是给出了这样的一个方量 燃了一根小羊 这个小羊的话呢 其实无形当中连续的三根K线 呈现了一个底分形 这个底分形是强势弱呢 还可以 为什么呢?因为收在五军之上 收在五军之上的同时呢 那么量能跟昨天比微微有方大 而且呢今天证券板块当中 还出现了一只掌停板 所以说呢还能够去观察 那么我们先讲一下 对证券板块的一个态度 对证券板块的一个态度的话呢 那么从中长的一个视角来看 其实呢 依然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 和斜向上的大的震荡相体来去观察 就是低点和低点相连 高点和高点相连 它大的一个视角 好 那么小周期的维度来讲的话呢 对应的 它从阶段性的低点以来 它的一个做法呢 也是属于这样的震荡上 说震荡上的原因 是因为它的地点整体还在抬高 从1386 好 那么呢 当前它的一个剧情是什么呢 这个位置还是属于 就是大的周期是震荡 中期的角度是震荡 短期来讲 它还是属于震荡的一个节奏 这个震荡节奏呢 从1504点位以来 对应的 它是属于有一个30分钟中枢 好 然后呢 突破周的灰彩 那么灰彩有没有破下方的这个中枢平台上演的 没有那么下方的可以把它做 把这个平台的作为一个自动区域来去看 那么前面呢 无论有方量 但是量能没有持续性 好 那么又回落 回落下来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调的也并不深 那么对于这个板块呢 近期就是用两个字 震来震去震来震去 那么向上的话呢 没有爆发性 向下的话呢 它也没有 没有深跌大跌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因为前面也没有经历大涨 那么后面怎么去看呢 那么对于这个板块的一个态度呢 从中长的一个视角来去观察的话呢 那么后面其实可以期待的 也是呢 前面讲过的一个视角 像历史上 例如像这样的一个爆发式的上涨 在未来某一个时刻会不会重现 不知道 但是呢 它有这样的一个逻辑在 什么逻辑呢 就是当一个板块 或当整个市场的一个范围 例如像当前的三中指数 震荡往下靠近三千 就是下方三千四百点以待 只要不破 震荡往下 一旦有上上的一个动作 那么证券板块 它是有可能会被轮动到的 这是一个逻辑 第二个视角的话呢 那么对于 证券板块本身 它的一个位置上面来讲 从历史的一个走势来看 就是呢 要么是属于震荡 弱势 要么就属于 短之间 就是一旦有机会链 一旦有大的一个行情 那么它从来没有缺席 那么当前对它的态度呢 依然是用 增长的视角来去看待就可以了 然后再结合个物镜观察 个物镜观察的话呢 那么对于证券板块呢 咱们用常规的一个分析方式 就是三个维度 哪三个维度呢 观察一个板块有没有持续性 一个是资金成交量 第二的话呢 风向标 第三的话呢 趋势 有没有个股不断的指数哼强 那么如果说三个都具备 它就属于延续当中 像好增量市场风险大于 机会大于风险 有风向标 那么呢 对于整个人气是一个体振的 如果有不断的个股主数哼强 那么板块自然也能走出趋势 个物也能走出趋势 那么呢就会延续 如果说呢 三者都没有 那么就属于一盘散沙 入市当中 存量市场风险大于机会 那么今天微微方量 整体量的还是不够 那么后面呢 观察量能不能持续 然呢 当前呢 只是局 其个别的挖掘一些 几个别个股的用 像今天涨停板的个股 那么用单阳不破的视角可以去跟 好 那么我们来看量能来讲的话呢 它是还不够 今天虽然微微方量 好 从指数来讲是真的 那么我们放在个股层面 个股层面的话呢 列说像 证券板块 我们来看 今天呢 出现了一个涨停板 而且涨停板就有微信 谁呢 红塔证券 那么红塔证券 这一支购物的话呢 它是 符不符合用咱们 涨停单阳不破的视角去跟了 完全可以 为什么呢 这个涨停板出现之前 从十块金宝期 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震荡 这个震荡的话呢 是属于止跌 但是呢 并没有爆发 上方140年均压压制 那么这个位呢 是可以把它作为 这样的一个小的拼带突破的 小拼带突破的话呢 那么后面 向上 如果说呢 直接高开或者是冲高 同样的不去追 避免 追高被套 但是呢 如果说有震荡回落 或者是有绿盘 或者是贴着五军 或者贴着涨停板 半分位的视角 或者回落不破 下方这个平台 那么呢 用低吸的一个视角 是可以去跟的 这是红塔争券 因为它本身的位置 是偏低的 这类个股呢 它的安全比例是比较高 那么它的一个纠错条件 也非常简单 把下方低点和低点相连 组成的趋势支撑 作为它的 作为它的这样的一个纠错的一个条件 就说呢 回落低吸 破了这样的一个趋势支撑 对应的纠错 不破的话呢 等一个反包 然呢 去 建好就收止盈的一个状态 好 如果说呢 像这类个股 它能够走出 它的一个持续性 量能也跟上了 然后的话呢 保持在140年军业上方 增浪 53上升140年军业 那么多数呢 再去沿着军业就跟就可以 这是对红塔争券的一个态度 那么我们再来看像华林争券 华林争券这一支个股的话呢 相信大家应该不陌生 咱们对它的一个跟踪和推演的话呢 还算是比较的 比较的到位 为什么呢 前面当它出现手摆的时候 它本身就是一个平台突破 很明显 很清晰 突破过之后呢 只不过后面它一连给出 三连板四连板 三金四 四百被砸 但是呢 它已经走出稀缺性了 走出稀缺性的话呢 亮堆 加上稀缺性 后面的话呢 还调整下来 端端讲到之后 大概就会有一个 反抽的一个动作 反抽动作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低停板之后 后面呢 再往下探 认为呢 差不多 可以把我短线的一个机会点 那么有根的话呢 那么这个 两个涨停板之后 再冲高不能涨停 那么就是二十几个点的一个获利 所以说呢 可能参与的 其中的 粉丝朋友呢 比较少 但是呢 又一次回到原先那个位置附近 那么当前的话呢 咱们前面也讲到 它又 在即便再往下 都这个激烈呢 它的反弹的空间 预期是一波 弱也一波的 这是一个 应有的态度 那么对于花林争券的一个视觉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 像今天 连续三根K线 它又呈现这样的一个底分 而且是偏强底分的一个范畴 强底分的 对这各种 它只是强势股的 回下跌之后的这样的一个反包 或者是反复 那么如果真的强的话呢 今天是应该涨停的 它没有涨停实际上就是不够强 但是呢 用短线超转的一个视角来讲的话呢 对应了 我们来看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个股的一个观察节点的话呢 把前低 就是把这样的一个下跌 下上下 这样的一个作为一个中枢来去看待强 可以期待现在离开段 观察前高 如果不强的话呢 后面建好就说 一旦量能没有跟上 阳线实体收窄 或者带上一线 建好就跑 下方的一个防守位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例如说这个平台的低点 好 我们来看 例如13块一毛九的位置 作为这个位置 作为它的一个防守位 破的 那么呢 离场不破的话呢 这个位置 用短线的视角 见好就说 是可以去跟踪 可以去观察的 好 这是华林证券的一个态度 那么我们再继续往下面去看 国联证券 国联证券的话呢 咱们也是在它手摆的时候 进行终点点评 点评的一个纪念呢 其实 关于涨停 担阳不破 如果说你真的 完全驾驭 而且呢 长时间的去练习的话呢 这是 对玩短线来讲 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 一个方法论 而且的话 是一个简单的模型 简单模型的话呢 其实长持去坚持的话呢 它的胜率还是蛮可以的 但是呢 它胜率再可以 它不可能是百分之百 什么意思呢 像国联证券 这一只狗 在它主演手摆的时候 咱们对它的一个态度 很清晰 对应的一个视角是什么呢 这个掌停板 一突破了140厘均线 而且呢 前面本身 它就属于这样的一个平台 突破与回踩 再强势的一个 对于多头力量的一个确认 但是呢 后面的话呢 如果回落 不管是掌停板半分位 还是说贴着13厘均线 对应了 它作为这样的一个 低息的接点 是完全没问题的 但是你要说 第二天回落 靠近五军的位置 把握也没问题 但是呢 后面建好就收 冲高的时候 它没有持续往上 那么对应的话呢 建好就是短线 它是有利可图的 好 那么像这两天的一个反弹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连续三天 小 连续三天 三天羊 微微放量 微微放量的话呢 这个位置再往上 要看它能不能保持 这样的阳线尸体拉长 量能放大 量能能够放大 阳线尸体能够持续拉长 那么呢 可以高看一线 如果说再往上的话呢 阳线的尸体不能拉长了 就呢 收窄了 量能没有很好的跟上 那么呢 接下来就说 用担忧不破的视角去跟 那么向上市兑现利润的 好 这是国联征券的一个态度 所以说呢 这一块的话呢 需要一 不要去赌 小仓位 然而练习 这样的一个方法 练习这样的模型 是可以的 好 这是国联征券的一个态度 那么后面的话呢 这个位置 打比方 继续往上找卖点之后 葫芦桌 如果说呢 后面在 出现这样的一个震荡回落 只要始终不破140年军业 然后呢 前面这个地点也不破 回落下来之后 他可能会延续这样的一个 这都购注一个震荡平台 那么可能有短线的视角来讲 是可以观察的 好 这个国联征券 那么我们来看 智商证券 智商证券的话呢 他的表现呢 其实表现比较弱 但是即便如此啊 他还是属于什么呢 他没有出现深跌 就属于什么意思呢 咱们前面对他的观察视角 就属于用一 单阳不破 这一根阳线的半分位 就他的一个防御位 就他观察视角 第二的话呢 把这个位置作为一个中 30分钟中枢的延伸 来去看待 30分钟延伸来去看待的话呢 那么30分钟枢上延的位置 在什么位置呢 30分钟上延 在12块8毛1 这个位置不破 那么他回落了 实际上是这个位置 就是属于作为三中间三的买点 如果破的话呢 三中中枢延伸 那么像昨天的低点呢 是12块 最低 12块8毛2 前面这个位置呢 最高是 这个位置呢 是中枢上延是12块8毛1 12块8毛2 也说呢 没有破这个位置 没有破这个位置的话呢 那么对应呢 我们来看这一天 最低也是 12块8毛3 就说呢 这个位置是可以把他作为一个 30分钟级别 三的买点来就看待了 加上张钱这个底分 只不过这个底分呢 收在五军之上 但是呢 从量呢 也好 从他的一个开线也好 他并不是特别的强劲 不是特别强劲的话呢 那么可以从事就去跟 就属于什么呢 好 以后这个 这一地阳线的半分位 已经呢 前面的12块的8毛1 作为一个防守位 如果这个位置破了 那么呢 他可能会延续在这个区间之内 持有震荡 持有震荡呢 要靠近这个区间下沿了 下方地链和地链相连 趋子趋子升 这是一个新的观察机链 如果这个位置不破的话呢 那么向上 虽然反暴前高附近 撑压 那么对于呢 反暴见好就收 本身就是用短线的视角 用震荡的维度来去跟 好 这是自上证券的一个逻辑 那么我们再看太平洋 太平洋 虽然说呢 涨停 单阳不破 他的声率整体来讲是偏高的 但是呢 也会遇到一些个 把单阳破了怎么办呢 这就是对于自律的执行 纪律的执行 那么像太平洋 这一只狗 他也属于前面一个单阳 用同样的视角 靠近五军 靠近阳线半分位 可以作为一个观察基点 如果说呢 虽然这样的一个技术 调整到这个位置 观察了怎么办呢 哎呀 一天比较弱 两天比较弱 没有必要纠结 你只要不是中床去堵的 都没问题 为什么呢 很耐心去等吗 等什么呢 要么破了这根阳线的 气场的位置 干嘛 纠错离场 放弃 要么什么呢 给你一根中阳 或者给你一个反弹动作 干嘛呢 建好去收 建立 就是建好去收 那即时的 互利止盈就可以了 一个反包的一个开线 建好就收 如此而已 那么只要说你不是 第二天 掌停板第二天高开又冲高之后 再去追 你要是这样的一个交易方法的话呢 那基本上是 从年头到年尾 偶尔能 把握一次 能够连板的股票 其实也是弥补不回来的 就是这种习惯是非常非常的糟糕的 所以说呢 咱们前面给他讲的 其实是一种模型 也是一种 单阳不破的一种 就是掌停 单阳不破掌停板 他是 有讲究的 是 首先的话呢 他最好这个掌停板是一个底位 而且的话呢 最好是以掌停板的方式突破 压力平台 突破中央的压力 或者突破中央的均线 后面的话呢 回落 回落的话呢 掌停板 百分位 或者说是突破的平台 附近 或者是5.5均 好 后面的话呢 破 单阳 单阳破掉了 怎么办呢 就错 那么呢 相当反弹的话呢 只要说不是这种强势 掌停的方式 那么呢 监豪就说是这短线的一种逻辑 咱们前面讲的比较细 这个地方就不做细讲了 比如我们再来看像新业证券 新业证券的话呢 那么他的一个节点 当前的话呢 是在 144年均线上方进行增浪徘徊 好 大周期是增浪 小周期的话呢 也是在144年均线上方 进行增浪整理 只不过呢 这个增浪整理的话呢 他的高点是在台低的 那么对于这类个股呢 往上手差 144年均线 144年均线的位置 中央是 9块5毛9 9块6 这个位置不破 那么还能够去跟一跟 后面的话呢 一旦给出这样的一个 冲高 前高 附近 承压 那么当前是 正当的一个局情 好 如果破了怎么办呢 先 避险 防范 由墙转入 然后呢 向下方这样的一个 平台去靠近 好 这是新业证券 那么呢 我们再来看像中信证券 中信证券的一个态度的话呢 那么当前对他的一个视角 前面这一笔上走的比较强 咱们前面用什么视角 来就跟踪过呢 我们来看啊 前面的这个位置 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日线的一线的下 这个线的下的话呢 实际上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下行通道来就看待的 这个位置一笔上走的比较强 一笔上走的比较强的话呢 直接把这个通道给突破 在那前高承压 这是当前是属于一笔下的一个回落 这个回落的话呢 和前面商涨相比较来讲 上涨是强的 回落的话呢 是有执行抵抗的 只不过呢 近期对他的应用商 或者是不利的因素 是属于持续数量 没有量 没有量 他就很难有大的机会 但是从他的一个 跟踪节点的话呢 对应的 这个从低到高 他的半分位附近 作为一个观察基点 其实也是靠近下方的 144年军县 这个位置的话呢 对应的只需要呢 什么时候看到 对于证券板块 要结合整个板块的一个设计 大家去看 什么时候见到整个板块 持续有量 然后呢 有主动性资金进入 这样的时候呢 就要再去观察 个股当中 谁是领长的 谁是跟长的 注意力放在领长的个股上面 跟长的个股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按照他自己的节奏 买点买卖点卖 或者是用刚才 用震荡的一个视角 低下高抛的一个视角 来去观察 因为整个指数 它是属于震荡的 其实这里面 绝大部分个股 都是属于震荡的 既没有好的表现 如果说呢 没有耐心的话呢 整个板块真的是 急死个人 走的还算是偏稳的 一种震荡的一种走法 它这对 证券板块的一个态度 以上呢 只作为 技术交流 经验分享 不作为满费依据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请关注 欢迎记得 留言点赞 以上呢 这更多的是一种 跟踪的视角 好 再见